為自己加薪 不是句口號 上班族與其被動盼望年終獎金 不如自己開拓財富累積的機會 改變永遠不嫌晚安 要投資也要會投資 看懂資金邏輯 就是看見財富 歡迎收聽真投資 摩爾投過110年 儘管投過薪資第026號 歡迎收聽真投資 我是主持人德宇 邀請到的是產業專家 摩爾投過的鍾坤珍老師 坤珍老師晚上好 大家好 聽眾朋友晚安 老師 這個盤 感覺上有點怪怪的 這個盤我相信把整個 把聽眾朋友整個 不論說信心 或是說整個情緒搞得說 全部打亂了 搞得非常的混亂 禮拜一跌了270多點 昨天禮拜二漲了360幾點 今天原本希望 因為美國股市是大漲啊 原本希望他能夠趁勝追擊 沒想到今天他居然是 越走越低啊 又跌了300多點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對那我相信這樣子的盤是 聽眾朋友一定都是 可能說被搞得精神錯亂 對啊 對那我覺得說 大家要先了解到 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他無關基本面 無關技術面 無關籌碼面 那他關什麼呢 用這些比較正規的面向下去 看待目前的台股 其實他都是比較失真 那就像是我們從上週不斷強調 在這段時間裡面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子大漲大跌 是因為國際上的資金 他在做股市會市在市之間的調整 對那股市會市在市之間的調整 他們一定要調整到一定的水準 跟他們認為說 還OK的平衡才會停手 所以那個比例 他們實際上就是 先大致的調一下 之後會不斷的微調就對了 那說股市會是在市之間的比例 那外資或是華爾街 他們怎麼看待我們不知道 但是能夠確定的是 這樣子的賣壓 他都是屬於被動式的賣壓 對但是我們在昨天 有特別強調過 雖然這是被動式的賣壓 那我們也不否認說 很多的電子股 包含像網通 包含像台積電設備 包含像是IPC制裁 他在下半年都有他各自的題材 對 問題是 大盤在本波跌了 超過1500點了嘛 對 超過1500點 他整個市場信心 勢必需要時間去修復 對 那包含一些籌碼的結構 他也要去消化前方的套牢賣壓 才有機會正式的轉強 對 簡單講就是說 整個盤是他需要一個主體的過程 才會開始展開反攻 也就是說你傷了你女朋友的心 你想要把他重新追回來 你也要花一番功夫 不是說你回來 他就回來的 還是需要花時間 重點是花時間 還不一定追得回來 對 所以要珍惜眼前人好不好 對 好那總之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很多的產業確實是超跌 但是這些科技股電子股 他會需要時間去阻底 去恢復信心 那在這段行情裡面 唯一不受影響的就是生技 老師我覺得 你講的真的非常有道理 因為我們觀察從禮拜 我們不講過去 不講上禮拜 光是這禮拜三天 你看大盤這樣子大起大落 但是生技股 他始終是屹立不搖 尤其是老師最近 帶我們切入的這個CDMO 現在外界已經有人說 他是生技神山了耶 老師 對 沒錯 那當然說 其實CDMO他就是很標準 生技界的護國神山 對 當時有分析過 那這一塊大家想要 去了解更詳細的 就加入我們的Light跟Telegram 詳細的我就不再贅述 那今天包含像是 6461的易德 對 一度再大漲7% 那這一段 他是從20元漲到了 今天29元 將近30元 對 四成的漲幅 他完全無視大盤 大盤再跌 他可能小幅震盪 大盤開始反攻 他就開始大漲 那包含像是6472的保瑞也是 我們從大約是180元上下 開始佈局 今天最高來到了255.5元 對 漲幅也是四成 那包含我們上週 預告佈局的CDMO雙黑馬股 其中一檔6開頭的 對 那如果說你上週 再或是說本週 有來電的聽眾朋友 全部都有買到這一檔6XXX 而且都賺錢耶 昨天漲停板 對啊 今天大漲5% 對 那其實看這些股票 你是完全不會覺得說 大盤他近期的跌幅這麼的重 對 那當然說很多的聽眾朋友 可能會有疑問 生技的熱度他會持續多久 因為我總希望能夠賺一波嘛 我不想要說今天買明天就賣 或者是說今天買感覺上是賺是獲利 可是明天可能就有一些被套牢的風險 對 那大家要知道 其實以歷史經驗來講 可能說近10年近20年 其實生技股裡面產出了非常多 所謂的妖怪 對 可能說股價翻了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對 這種妖股 這真的是妖股 那雖然說它是妖股 但是其實人家也是有正規的題材 就是一些新妖 可是我很喜歡妖股 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的財富 快速的增加 當然大家口頭上說妖股 但是其實心裡都是非常喜歡 誰不愛 對啊 像是易德 像是保瑞 短短不到兩週漲的事成 這樣子的股票我相信大家都愛 我就愛這種小妖精 是 好 那像是大家 其實最熟悉的基亞 基亞它算是一檔非常標準的標股 那其實以整個台股的生技的浪潮 生技的元年 是當時從4174的浩鼎 所帶出來 那包含像是中玉 這兩支它都是把整個生技的熱潮 一起帶出來 那大家要知道 其實浩鼎跟中玉這兩檔 大家最熟悉的股票 它的爆發期 元年就是在2015 那2015有什麼重要的 2015其實跟今年目前的時空背景 非常的相似 選舉嗎 不對 是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2015年 整個台股它是下跌了 將近三成左右 那整個科技股是非常的動盪 那當時在2015年其實 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主要是因為歐債的危機 在2015年的時候 一些歐洲國家 一些德國的債券 它其實出現了拋售潮 那包含一些美國的垃圾債 也在2015年出現崩盤的狀況 對 所以它把整個債市都打亂 好那又加上當時2015年 各國的央行 它都在實施 所謂的貨幣寬鬆政策 那導致說 整個會市也 被搞得非常的混亂 對等於是說 當時在2015年 債市很混亂 會市也很混亂 那整個參雜在一起 它就會衝擊到一些 新興市場的股市 那股市也很混亂 對 包含像台股 所以其實當時2015年 台股會跌了將近三成 其實我們抓個罪魁禍首 就是落在債市跟會市 那其實大家去想 近期的行情 最大的問題 不就也是在債市跟會市 沒錯 因為包含升息 包含CPI通膨率 這個東西 它是數據嘛 那這項數據出來之後 它直接反映的 就是債市跟會市 像我們一直講說 居高不下的 這個公債殖利率 對 還有這個會市 美元強勢 台幣走貶等等 其實都對於資金的流動 造成一些影響 對 所以其實 當年2015年的台股 它跌了三成左右 那科技股是非常的慘淡 那很多股價下修三到四成 但是重點來了 在當年2015年 創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生計標股 所以老師 真的資金它會自己找出路 當然會 尤其是說 當整個電子股不好 大家會把整個資金 放到夢比較大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在這幾天 要嘛強生計 要嘛強元宇宙 什麼轟達電位數這些 就是大家在找一個資金的避風港 那這個避風港就是夢要夠大 所以當時2015年 可能說如果說翻倍的生計股 至少一二十檔 那其中最著名的 當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浩鼎 浩鼎從205元 漲到了755元 300% 漲了500多塊 對 那跟浩鼎的好朋友 終於 終於也是從100元 漲到了303元 300% 天啊 所以其實你說今年下半年 有沒有機會再複製一次 2015的生計狂潮 你說漲300%嗎 我覺得是有機會 因為大家要知道 生計股從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 其實生計它要出現 非常誇張的大型的標股 妖怪的股票 它都是出現在 行情不好的時候 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講說 2015年那個時候的 當下的環境 跟現在2022年 臺北股市的環境 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當年可以孕育出 像這個浩鼎 像中域這樣子 漲了300%的腰股 現在可能也有機會囉 沒有錯 所以歷史的生計腰股 全部都是在金融風暴中所誕生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尤其是7月27號 亞洲生計大展就即將迎來 那如果說 好提前一個月發酵 那亞洲生計大展過後 又釋出更多利多消息 它是有機會走到年底 這段行情是有機會走到年底 所以尤其是說生計股 它的特性 我們只要抓到一檔 不用太多喔 只要抓到一檔 我們可以抵過10檔 20檔的操作 其實這樣子的操作邏輯 也就是符合昆蓁老師 一直跟我們講的 在現在這樣子 低量的環境之下 其實種植不重量 鎖定一檔會標會漲的股票 勝過你散彈打鳥 分散籌碼到實際檔股票去 對所以包含像是 6461的益德 我們從20出頭 不斷開始預告開始預告 那這樣一路漲上來 到今天最高點 已經將近了30元 跨要30塊了 這段漲幅是將近五成喔 包含像是6472的保瑞 6472的保瑞 我們從180元開始佈局上來 那一直到本週一 尾盤下差了6% 我們逢長黑再去進場加碼 隔一天也就是昨天 直接漲停 又一根漲停板 今天又一度再大漲了 可能說2到3%以上 對那包含像是上週預告的 CDMO的雙黑馬股 其中一檔6開頭的 我們也是一樣 利用本週一的長黑買進 昨天一根漲停板 今天再半根漲停板 又15%到手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 真的賺的速度非常的快 重點是他根本就不受大盤影響 沒錯 所以也跟上全新的下一檔 新耀的黑馬股 四開頭的 等一下下半段我們會解釋這檔股票 那先利用廣告時間 先直接來電 好 重點是你要付諸行動 你要行動才有可能會跟上 我們獲益的腳步 0800的針線提供給所有的好朋友們 趕快撥打電話進來 當然也可以私訊崑珍老師 兩大免費平台 我們的Light 8還有Telegram頻道 不管你是透過電話 透過Light 8透過Telegram頻道 誠摯地邀請你一定要趕快動起來 才能夠搭上我們獲利的列車 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進廣告囉 大環境依舊嚴峻 你要做的就是避開消費性電子 還有全職股 跟著產業專家 崑珍老師鎖定下一檔會漲的股票 繼續回到我們真投資的節目現場 親愛的聽眾朋友 你有沒有趕快利用剛剛的廣告時間 跟崑珍老師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建立起友誼的橋樑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特別是台北股市現在這樣的一個 暴起暴跌這樣的一個狀況當中 你真的需要跟好朋友站在一起 特別是台北股市現在這樣的一個 產業專家 因為他可以帶你避開風險 同時呢能夠鎖定利潤 比如說最近崑珍老師 帶大家來琢磨的 就是CDMO這個生技的新神山 那我們當然不提寶瑞 不提義德 因為這些都已經漲了一大段囉 但是老師說還有黑馬股 哪一批呢老師 當然像是CDMO的黑馬股 六開頭跟四開頭嘛 那六開頭這檔股票 在這兩天已經漲了15% 那當然有些投資人會更喜歡 可能說純的新藥股 那今天我們也是準備了一檔 他就是在做新藥的開發 那這一檔股票 他不是在做CDMO 但是他的爆發力 比所有的生技股都還要厲害 為什麼你選中他 因為這一檔新藥黑馬股 他是四開頭 那主要就是說 他有一項新藥 什麼藥我就先賣個關子 對 他有一項新藥 即將在第三季展開 做全新的臨床試驗 應該說他已經有取得 中國的藥證 那接下來他是要去 去執行說另外一項 適應症他的臨床 那如果順利通過的話 他會有一筆所謂的里程碑精 對 里程碑精會入障 那接下來 因為說這一間公司 他們以往入障的習慣 會把他們的一些 新藥的權利金 壓在每一季的季底去入障 那等於是說 如果說他的里程碑精 跟權利金都順利在 今年下半年入障的話 其實大約會有 7000到8000萬美元的 一筆收入會韌列 對於新藥股來講 你要有這麼大一筆金額的 這個入障其實並不常見 對 因為說 7000到8000萬美元的 金額入障的話 對於這一檔新藥的黑馬股 他的EPS貢獻是大約17元 很多的新藥股 他其實目前根本 營收都是付的 因為新藥是一個非常 燒錢的行業 他都還在這個開發的階段 那你去想喔 如果說好 這檔新藥的黑馬股 他的營收都順利入障的話 今年EPS7元 EPS7元的生技股 這個只能用妖怪來形容 而且老師剛剛講到 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有catch到 就是他已經有藥證了 手上已經有藥證了 他已經有一張藥證 那他在下半年要去做的是 另外一項適應證的藥證 所以等於是說 他目前 他是已經有營收的 他的營收是證的喔 所以對於新藥股來講 親愛的聽眾朋友 一檔新藥股 他居然擁有了藥證 然後還可能有7000萬美元的 這個進帳 同時還有一張 新的適應證的藥證 即將守到前來 老師這不是妖股是什麼 對而且重點是 這一檔股票的股價 還不到100 什麼 對你說好 正常的情況來講 其實就算是電子股 他今年可以賺7元 股價不到100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 很便宜的價位了 對電子股來講 那如果放到就是說 本夢比比較強一點的生技上 他真的會很可怕 所以這檔股票 就是我們在下半週 即將要進場布局的標的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就像我們昨天有提到的嘛 吃到食 吃水果也是一樣 吃到食啊 對我們一定是要吃 當季產出的 他才最甜嘛 那股票市場也是 目前的熱度就在生技上 我們就是先把資金 放在生技這邊 因為你說 像是網通 像是台積電設備 IPC制裁 電動車電池 這些展望好不好 非常好 多好喔 對 這些產業我不會去否認他 問題是他在這個時間點 你去買 他也許會賺錢 但是當他正式起漲 可能是一季過後的事情 你要等比較久啦 你要等比較久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生技股是目前 成長期的產業 對 因為我們都只有一筆資金 然後如果說我們現在去買 假設說好啦 剛剛老師講的網通啦 細製財啦 台積電供應鏈等等 他不是不好 但問題是 我們的這筆資金 就要卡在他身上 一段時間 對那我覺得說 如果說 好我們錯過這次的生技股 之後還有得賺 那倒沒有問題 但是生技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是死機財 過了就沒了 對 那有時候說好 一檔生技股飆了 100% 200% 300% 過了 就沒有囉 不會再有這種行情 大家去看像是 浩鼎就好 浩鼎當時在2015年 標了300% 好 標完這段300%之後 從來都沒有再出現 這樣子的漲步 他就再也沒有300%囉 那包括像是中域也是 當時2015年的中域 標了300% 過後就沒了 對 所以其實生技股 他的特性就是這個樣子 最強的這一段 永遠是在 還沒取得要證之前 有那個想像空間的時候 對 所以其實 在股票市場 那曾經是流傳過一句話 因為其實 台灣的生技發展元年 大約是在2015年 就是剛剛老師講 浩鼎中域的那個時候 那個就算是台灣的生技元年 那其實在那段時間 市場是 有流傳過一句很經典的話 什麼話 就是一輩子在股票市場 必做的產業就是生技 對 有些人說 一輩子必去的什麼景點 是在哪裡嗎 對 那在股票市場中 一輩子你必賺過一次的 就是生技 因為你一定要 真正自己買過生技 自己賺過生技 你才會了解到 到底什麼叫做飆漲 對 因為你這樣聽 好 聽我們說 易德在兩週內漲了 40 50% 保瑞在兩週內漲了 40 50% 感覺起來好像很多 但是你沒有親身體驗到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想像那樣子 飆漲的魅力 你光是用親的 比不上你看到你帳戶裡頭的數字 是像這個跑馬丁啊 一直往上飆漲那種快感啊 對 所以為什麼你看 當時在2015年 有很多可能說老一輩的投資人 他有賺到浩鼎 甚至有賺到基亞 對 基亞標的更誇張 有賺到基亞 有賺到綜藝 只要有賺過那一段的投資人 一直到現在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應該都還很難忘吧 不但難忘 而且他會永遠就抱持一個 生計的夢想 他覺得我其他股票 就有一點這種 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 已經看不上其他的股票 因為你想想看 一檔股票能夠讓你真的是 短短時間裡面就飆漲了300%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總之 六四六一的易德 六四七二的保瑞 對 這兩檔都已經漲了四成 那不用去追價 如果說之後有一個好的切入點 那我一樣會帶聽眾朋友去進場 但是最重要的是 CDMO的雙黑馬股 昨天漲停 今天半根漲停板 他還有進場的機會 還有空間的 對 這一檔還有空間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去買一檔 有機會標一倍兩倍三倍的 生計新藥大標股 就是這一檔 新藥的黑馬股 4XXX 剛剛所提過 如果在下半年 他的里程碑金跟權力金 全部都順利入帳的話 全年的EPS至少7元起跳 老師是說至少7塊喔 至少喔 因為我們不確定說 他會任列多少 怎麼任列 所以空間還有的 對 所以我們抓一個 最保守的數字 7元 7元的EPS 配上不到百元的股價 他標起來 絕對是非常的可怕 一檔新藥股有營收有藥證 你不選他還要選誰呢 對 所以就利用這幾天 大盤震盪的機會 直接趕快來去 跟我們去做聯繫 好 利用震盪的時候 布局等到股價噴出 我們所有的部位 都能夠同時獲利 這一檔新藥黑馬股喔 等待您的參與 那麼他又有藥證 又有這個7000萬美金 左右的這個權力金 里程碑金呢 即將要入带 還有一項新的藥證 也是可以說是手到勤來 這麼漂亮的一個價格 不到百元新藥黑馬股 趕快跟上來 吃到時的新藥黑馬股 0800的針線多加利用了 另外也可以私訊老師 兩大免費平台 我們的Light 8 還有Telegram頻道 務必採取行動 才能夠真正讓你賬戶裡頭的數字 倍數增加 謝謝昆蓁老師 謝謝 摩爾投過110年 金管投過新字第026號 節目與節目分析內容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貴股票登陸條件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 有機金管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氣做了一片23年來 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軟溪上游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管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大環境依舊嚴峻 你要做的就是避開消費性電子 還有全職股 跟著產業專家昆禎老師 鎖定下一檔會漲的股票 趕快加入昆禎老師 拉A的專屬群組 小老鼠W178 小老鼠WE178 或者是直接撥打0800668085 複製寶瑞 甘州大漲三成 易得大漲兩成的成功模式 布局下一檔的全新黑馬骨 跟著困爭 戰前成真 趕快撥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前面 後面